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潛在的危險特質 千萬要注意喔 有些會是看似是很Man 黑暗哥你算不算Man的那種 Man Man厚了 好Man喔 好Man喔 對啊 不要這樣說 該Man的時候Man了 用帶調皮的時候也少不了 對 平常要很調皮 淘氣啦 淘氣 黑暗哥 你們都覺得Man喔 Man啊 沒有嗎 我覺得Man啊 真的嗎 露體的模特兒 我覺得他很可愛 露體的模特兒 露體的模特兒 現在不是講露體的內戰 我是說個性的 我覺得他比較像暖男型的 對 有耶 是... 但是久了會覺得暖男 剛開始會覺得是一個很Man的人 是嗎 可能有跟你相處比較久了 很Man的定義是什麼 哪種 做事情有擔當嗎 有擔當 對 美女是真的有責任感嗎 責任感 這個是比較 這比較好的 對 不好的就是大男人 然後凡事都以自己為主 對 講得很大聲 那只要面子 對 什麼都是只有我 這種是比較不好的 對 那老師妳覺得 我覺得妳不是 你... 對 老師試著很瞭解我 對 我覺得是看事情 看事情 然後 感情這我就是 也不能多硬 是 我覺得妳很羞卷 對 她有什麼羞卷 對 她手都這樣子了 她手都這樣子了 她看的不是妳外表 給予別人的形象 是 對 我覺得看的是比較她內心 我覺得她 她是一個很暖很Soft的人 我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今天要講的是 另外一種極端的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對 看起來很Man 很大氣 可是其實很危險 真的 有危險的特質 可怕 好 我差點忘了 擺在我這邊 對 差點被我特急 那有辦法 好 來 妳以為妳的男友 看起來很Man 自信不服輸 但是她的危險特質是 口氣輕蔑打擊妳自信心 對 對 我之前有交過一任男友 她的確是因為很幽默 講話很有自信這一點吸引到我 但是沒想到跟我 跟她在一起之後 她卻把開玩笑這個 當她的題材 就一直嘲笑我 我也有這樣哭 對 有一次我們就是跟一群 被虧這樣 就是她可能出去也就是會覺得 反正我女友是邪性 然後她就會把我當笑話這樣子 就覺得我們比較容易 開得起玩笑 對 有一次我們就跟一群 就是很久沒有見的朋友聚會 然後大家看到我就說 妳最近是不是吃得比較好 幸福肥喔 然後我承認 我當時的確有點發福 但是女生一定不喜歡聽到 對 當然 對 當然 對啊 然後她當下沒有幫我講話 就算了 點菜的時候她還說 不然我們大家吃清淡 今天吃清淡一點好 因為我旁邊每天 就有一碗豬油拌飯 她居然說我是豬油拌飯耶 超級不好笑的 妳身上任何豬的衣服 沒有 她就覺得我有很多 會不會念裴裴裴豬的T恤 沒有 沒有 她幾歲穿裴裴豬 我有很多 然後大家 大家就大家 就覺得好好笑... 可是我完全笑不出來 她就是沒禮貌當勇 對啊 其實這種男生非常非常多 因為她是在採地裡 來增加自己的價值 對...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因為這句話 我就嚴重影響我對她的看法 後來沒多久就跟她分手 該分 該分 小的妳就忍人忍 可是有時候她在中的面前 可是我覺得 豬油拌飯是太過分了 真的嗎 拌飯的 而且是讓妳開玩笑 拌飯還可以 因為妳都很愛開玩笑 可是我沒有看 妳都笑自己 對 自嘲 對 喜歡去拿別人開玩笑 那是比較... 比較... 所以妳第一次說 妳自己胖到看不到 我嚇壞了 我嚇壞了 是嗎 因為妳也是偶像明星 怎麼會這樣講 以前是真的 就是三層肉妳要翻過來 然後我還搜尋妳的照片 就看妳以前多胖 胖不胖 後來我不用找 妳自己PO在臉書 對啊 對啊 那個以前就是很胖的時候 對 可是她這種虧的話 尤其虧另一半 對啊 真的 我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不是開另外一半的 另外一半的玩笑 他是常常在很多的場合裡面 把自己開玩笑的感覺 像是我在拉近彼此的關係 用這個來拔弱 對 但是他常常會 他以為 那個時候是 我們是一群朋友 例如說我們跟李菁姐很熟 然後我們就跟妳一起出去 或許妳的另外一半是比較瘦小 但是這個男生的朋友 他很喜歡開玩笑 然後妳就是比較豐滿 然後也比較 就是健美一點 那個男生很瘦很小 然後這個 他朋友就一直開這個男生的玩笑 因為他們兩個 是從國中開始就很認識的 就一直開玩笑 就說 妳怎麼交這樣女朋友 妳是不是從小斷來斷得很早 然後結果 例如說到後面了 這樣很不禮貌 對 就一直在 他沒有在虧這個女生 但是一直在虧這個男生 讓這個女生覺得不舒服 天啊 可是這個男生的條件非常好 他家裡面也算是 就是有自己的事業 然後他除了這一點之外 他對女生非常非常的OK 他們每次出去吃飯 他都一定會先問 你咳嗽 那待會兒我幫你點一杯熱的 就是秉除她的嘴巴鍵 這件事情來講 他大概有100 對 110分以上 可是因為嘴巴不好 他真的是 魚乾桌 他就很好 然後還有就是吃飯 每次我們想說去吃飯 大家一起去吃飯 然後去點甜點 他還說你應該不能不要再吃奶酪了吧 就是會講這樣類似開玩笑 因為他就是很豐滿 然後或者是他跟他朋友講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吃奶酪 你要來吃奶酪 不然你怎麼會這樣子 就一直開他朋友的玩 不是... 就是他跟他朋友開玩笑 因為他女朋友很豐滿 所以他就跟他朋友說 你是不是在吃奶酪 你是不是斷奶斷得太早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 那該他什麼事 真的是 他就會用開玩笑的方式 就是以為他這樣可以跟大家 獲得很好的友誼 對 可是會讓別人覺得 非常非常不舒服 真的 真的 很多這種人 我覺得因為今天聊大男人 其實我還滿有感受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很Man 很大男的人 妳喜歡人家兄弟 對 我是喜歡那種比如說 打你 沒有 打你 打你 打我就突然就被虐 沒有 因為我喜歡男生 是要那種真的要很Man 然後講話是 強勢 硬漢的那種 對 其實我是喜歡這種型的 所以我真的常常遇到 大男人的男生 可是我覺得像這種開開玩笑 說我胖什麼 這都在我忍受範圍內 但我受不了是那種就是 可能我在跟你分享 工作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口氣 因為我覺得我們做藝人工作 有時候可能 我們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分享最近工作事情 然後我們其實也沒有要炫耀 或什麼的 就是因為有一次 我是要去國外工作 我就跟他說 我接到那個案子了 好開心喔這樣子 就跟他分享 他說是喔 而且有比較多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 但是我覺得那是曝光機會 而且你知道嗎 我那個廠商都有很好 他可以我做商務艙 因為我們平常 自己不會做商務艙 只有工作 當好 我真的是很開心 然後他說 商務艙很了不起 他就回家 他其實是自卑吧 對 因為他可能 他其實我覺得他是 也都是靠自己的那種人 他其實家境就是一般 所以他平常 也沒有在搭什麼商務艙 可是我當下沒有要炫耀 我是在跟他分享一件 很開心的事 他就覺得說 商務艙很了不起嗎 還好吧這樣 然後我就 我當下覺得 我跟你分享個 這麼開心工作的事情 他沒有替你高興 對 他反而覺得說 幹嘛 你這樣很厲害嗎 我覺得其實他是自卑 對 他在賭記 他記住你吧 對 我當下就有傻眼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 想說緩和一下氣氛 我說那個Baby 那我禮拜天回來 你要來接我嗎這樣子 他就說 不是工作很好 那應該會派司機給你 這麼酸 他直接講這種話 用虧的方式這樣 好酸 我真的傻眼 分開了吧 就是有分開 但是我那時候 其實還滿愛他的 可是我就覺得 這樣講話我真的 那時候很受傷 沒有辦法 我也是 其實我喜歡大男人是 覺得說他 他是真的就是對你 對你很好 因為我剛到香港的時候 也遇到一個男生 可是我覺得他很厲害 像我剛去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收工 我一收工 我電話就響起來 他說我有包湯給你 買了雞腿給你 送給你吃 我看你吃完就走 你會不會覺得 好溫暖 當然就會跟他交往這樣 是 可是我發現 吃雞腿就會很幸福 不是 你要這樣人生地步手的時候 好溫暖 那個貼心 那個貼心 不是 問題是 你人生地步手你連出去 我那時候去才19歲 你連出去買個東西都害怕 有一個人這樣照顧你 你當然覺得他很棒 結果後來我發現 因為他也是 剛剛要起步的演藝人員 然後可是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剛去就是接楊子雄班 然後第一部戲 就在香港快過千萬的票房 然後就好了 對 可是因為我每天都在針灸 都在受傷 因為妳要打 要打 結果有一次 打的 對 然後有一次我 就是他喝醉酒了 喝醉酒就告訴我說 你以為你怎麼樣 你只是幸運而已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你是坐電梯上去的 沒什麼了不起 有人捧你怎麼樣 就幫我罵一頓 用廣東話罵 廣東話 沒有 國語 他會講國語 是嗎 就因為他會講國語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很受傷 真的 而且他就是 你最受不了 喝醉 喝醉了就開始大男人 是酒後吐真言 真的嗎 他搞不好真的這樣 他醉了還能講普通話 他是廣東人 他不是 他就是以前是 很早從內地過去 香港發展的 所以他會講國語 然後之後 就是每次一喝酒 就大男人出來 然後可是沒喝酒 又在那邊跪說 對不起 我錯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講什麼 就變你一直在那邊 揪揪纏纏 又會想到他好 直到有一次他又喝醉酒 你知道因為在香港 他以前喝醉酒開車 然後就停到路邊睡覺 我又要在旁邊顧著他 我又不敢自己走 然後可是睡一睡...很怪 我又覺得他 那陣子的行蹤很詭異 我就跟他說 我說那我想問你 你除了我之外 有沒有跟別人 因為很奇怪就是 當我們有... 妳覺得不對勁 對 因為有一次是 我怎麼覺得不對 我們姐妹他要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叫我 噓 不要講話 可是我是他女婆 我幹嘛不能講話 我就覺得很怪 結果後來發現 他喝醉酒劈腿 而且都劈我兩個姐妹 我就走了 對 就是大男人很可怕 對 剛才一 好可怕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是 大男人 對 又自卑 然後又變成這樣 對 他說怎麼那麼得意 還可以批他兩個姐妹套 兩個啊 而且妳的姐妹套 應該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而且大家... 他們都各自有男朋友 我們的六對出 就六個人 三對出來 結果那兩個的男朋友 我都認識了 他都吃 所以我覺得好可怕 天啊 這種信心會打擊 有 其實男生有些時候 在心理上 有些為了要提升 自己的重要性 然後跟自信心 還滿多人會用這種 揶揄的 挖苦的 嘲諷的 就愚弄你的那種方式 來增加自己的優越感 所以像這樣的方式 其實還滿容易 讓女生內心受傷 絕對被否定 或是被貶抑 所以如果你長期 跟他在一起 一開始你沒有感覺 因為他的敵意 包裝得很好 可是你不斷的被他刺激以後 有時候你後來真的會相信 他說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危險 是在這裡 好 第二種大男人行為是 關心你在哪裡 他的危險特質 隨時掌握你的人事地位 這其實真的滿可怕 因為像我之前交往一個前男友 然後他就是剛剛 他也跟我交往的時候 他就送我一支手機 然後想說天啊 他對我好大幫喔 有手機耶 然後他每天都會打電話 然後還會來接我下班 但因為我是護士工作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 手機都放在口袋 然後幫病人打症的時候 還在那邊接手機 所以這是我們不被允許的 所以每當我中午要吃飯的時候 就看一下我的手機 然後打電話回去給他說什麼事 他就說沒有啊 看你在幹嘛 你這樣不接 我真的很擔心 你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還是你給我你醫院單位的電話 你這醫院會出意外嗎 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對啊 男朋友看 有的沒的片太多了 沒有 你可能就覺得說 是這樣子嗎 你就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出於關心 然後那時候會覺得說 他反正給他醫院單位的電話 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他會打電話來 可能是真的有要急的事 好啦 這真的是一個噩夢的開始 從今以後 我只要跟他說我去上班 他就會打單位的電話 確認我是不在醫院 天啊 找到護理分 對 假觀新春監控吧 然後其實我就覺得滿可怕的 然後有一次我同事 他就身體不舒服 我原本是早上要上班 結果因為我同事不舒服 我就變成下午才上班 然後他打我手機我也就沒接 然後他就打我單位的電話 然後我同事就說 Apple下午才會來 他說沒有 你們是不是包庇他 他是不是出去了 他為什麼不在醫院 然後我同事就說沒有 他真的下午才來 然後掛掉電話之後 我當時的男友 他就跑到單位去鬧 他就說 Apple呢 叫Apple出來 我就是找不到他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他是不是跟別人出去約會了 然後就開始在單位裡 大鬧 特鬧 然後等到我下午出現的時候 超可怕 他就衝過來抓住我 你知道 他這樣真的要對我怎麼樣 然後我護理長就說 先來我辦公室 跟這個男生趕快就是分開 對 然後就是把我們自開 然後我護理長就跟他說 不然你先放假個兩天 然後把我調到 先調到其他單位 然後我就跟他分手 因為我覺得 對於這種人 我真的要人間走法 真的可怕 這種人其實 你剛開始會覺得他很關心你 好像就是很在乎你 所以都要知道你在哪 可是後面就變成緊迫盯了 因為我有個圈內的 女藝人的好朋友 然後他那時候交了一個 就是我們都覺得 又帥又多精 就是相當不錯條件的男生 然後他就跟他交往了 然後我們都很看好 但漸漸的你就開始約不到他 然後也漸漸發現 他沒有出現在電視了 因為他本來也是會 就是跑一些節目通稿 我就開始關心他 我說你怎麼最近都沒有在工作 這樣不好吧 我以為他是顧著談戀愛不工作 他才跟我說 他男朋友 就是像Apple這個狀況一樣 只要一不接電話 就是二十幾通 對 然後一定 比如說他出個外景 好不容易接到一個外景節目 對 他男朋友他視訊 看所有旁邊在哪裡 他說 我不相信你現在在出外景 你現在開視訊 他就要開視訊 然後說你現在轉一圈 他就要轉一圈 他說這集有誰 他就說有誰... 然後他說騙人 什麼我看那個人的照片 他今天沒有出外景 他還會去看每一個藝人的粉絲團 今天有沒有在出外景 好可怕 就很可怕 然後他在哪裡 他就一定就是要跟在他旁邊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跟我們出來 因為他覺得他男朋友太可怕了 然後就到後來 他連外景什麼都不讓他接 對 然後就有一陣子 我們真的完全找不到他 因為那個男的已經把他關起來 關起來 楊麗菁總是遇到這種人 黑人抑鬱突破盲點 他該不會是已婚人士吧 不是 已婚人士 就是慣性劈腿犯 就是 你怎麼老是一道劈腿的 對啊 以前就是很不會看男生 對 就是我太 我就是看感覺 這是不同的男的 不同的之外的 還是妳武打的時候打到腦袋 沒有 不是 每次也沒剪刀 沒有 沒有 他就一定就是要跟在他旁邊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跟我們出來 因為他覺得他男朋友太可怕了 然後就到後來 他連外景什麼都不讓他接 對 然後就有一陣子 我們真的完全找不到他 因為那個男的 已經把他關起來 關起來 關在他家 怎麼這麼可怕 現在呢 軟禁 是誰 現在已經分手了 但那時候他被軟禁 違法的吧 認真 他把他手機搶走 然後把他關在他家 把他家反鎖 好危險 感覺是變態的樣子 他手腳都是瘀傷 因為他就是要一直敲門 然後都沒辦法 因為就是鄰居 可能也聽不到 碰到恐怖情人 超可怕的 剛開始只是以為他談戀愛消失 結果他是真的消失 還被軟禁 對啊 這個很恐怖 對 隨時隨地都要視訊 然後跟在旁邊 我以前是有交往過一個 滿大人的人的 就是他不喜歡我化妝 就不能打扮出門 就是都不能化妝 然後 怕妳太漂亮 然後會就是去哪 因為他大哥當習慣 去哪都是要我跟在旁邊 然後甚至於有時候 素顏又要跟他旁邊 對 然後可是他又很奇怪 有一個就是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說我告訴你 有時候我喜歡消失一個人 這時候你就不要找我 有幾天我就想要一個人 跟我的朋友 男性朋友出去 妳不准打電話 不准問我去哪裡怎麼樣 妳不覺得很奇怪嗎 超奇怪 可是因為我射手座愛到就算了 就根本沒有理事 就說好... 這種不成文規定我也接受 因為我真的很愛他 然後那一次 有一次他突然告訴我說 我明天開始我要消失 這一天的確是 還有這樣的預告 預告 預告我要消失 妳在香港 在香港... 他說 因為香港妳有五隻嗎 他說我 他說我要消失 所以妳明天去安排妳的事情 不要找我 不要打給我 我就說好... 我就約我的姐妹她要喝下午茶 因為平常每次都跟在她旁邊 因為她很大男人 這個跟我好姐妹約好了 要坐下來喝咖啡電話打來 我現在約會取消 妳馬上給我出現 我就... 我也只好跟我好姐妹說對不起 我那時候我姐妹也明白 就覺得說因為那個時候 大概是27 8歲很想結婚的時候 我也覺得她是結婚 對 我姐妹就為了我的幸福 就說妳走了 結果後來才發現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種不成文規定 應該有別的女人 然後呢 然後呢 她該不會是已婚人士吧 不是 不是已婚人士 是就是慣性劈腿犯 有女朋友 妳怎麼老是遇到劈腿的 以前就是很不會看男生 對 就是我太... 我就是看感覺 這是不同的 男的 不同的 之外的 還是妳武打的時候打到腦袋 沒有 每次也沒剪刀 沒有... 因為我就是太容易被有受傷 沒有... 有壓迫到 我就是很容易被那種 很Man的男人吸引 對 可是後來我發現不行這樣子 所以後來痛改全非 後來發現她真的是劈腿 所以一般說很Man 是指比較大男人那種感覺 對 對啊 對 因為這個是比較 比較悲慘的那種 如果再耗下去的話 耗下去就不得了 還好妳還知道收手 對 但我其實遇到大男人 因為我自己很怕大男人的男人 所以其實我基本上遇到 只要那個男生有大男人的秀 的氣味跑出來 我就會先退了 可是我真的有交往過一個男生 他其實在外表上面 看不出來是大男人 他也很貼心 然後像我如果牙齒痛 然後他會跑到那個 就是賣那哨辣店的地方 然後跟老闆講說 就我女朋友現在牙齒痛 沒有辦法吃東西 你幫我把熬粥 因為只有香港人才會熬那個粥 幫我把米熬成 擦招也可以打成雞 不行 感覺好難吃 不行 擦招 那感覺是在灌一種東西 蔥花多一點 那好吃嗎 不是 很不好吃 他就是很怕我不吃東西 所以他就請他把那個粥 燉久一點 然後燉到米爛掉 然後他可能四點 就先打電話去了 然後我六點就可以拿 所以他是一個很貼心的男生 好感人 對 但是他其實有一些地方 會讓我覺得很符合這個 其實真的 上了今天主題的時候 我發現 這其實是個大男人的特質 就是他很想要掌控你的一切 有的時候就是佔猶豫太強 例如說我們現在在做這樣的 其實我們的工作最大的 會跟男朋友吵架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工作時間不穩定 然後常常你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一起吃晚餐 然後可能去的時候 真的是連電影都看不到 因為電影就搭不上時間了 我記得那時候是錄一個棚內的節目 玩遊戲的 遊戲一定會試很多新的遊戲 然後那一次Delay 就是一Delay就是一個半小時 其實我們兩個在一起 就有個默契 因為他常常都會是 你要錄影之前跟我講 然後他要抓你錄影的時間 然後他就會真的會 就是大概差個15分鐘左右 然後直接就訊息來說 錄完了嗎 我們待會兒可以一起吃飯嗎 或錄完了嗎 待會兒要不要去哪裡走走 他會馬上出現即時訊息的那種人 他會馬上抓時間 但因為那一次Delay真的太久 大家也都累了 我也忘記他說要開錄 我只跟他講說會Delay 但他說那你就記得 錄影之前要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好 會跟妳說 結果我真的忘記 結果下通告之後 我手機真的被打爆了 原本大概有80幾%的電吧 然後大概只要50幾%的電 就是一直被打爆 然後我到的時候 我真的就打電話給他 一下來我看到手機這樣 我想說這個人已經發瘋了 然後我打電給他 然後對方接到電話的聲音 你會覺得我沒有打通 電話停了 他接了 連呼吸聲都沒有 然後我就說 喂 然後他就說 我說喂 你在嗎 錄完了嗎 說啊 好可怕 就是那種 那邊的那個 就整個後面就是陰陰 然後想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因為我也沒有做壞事 我也在工作該怎麼辦 然後也曾經因為就是 他要抓我的時間 因為之前發生過一次 也是因為我工作 然後大概也延遲了半個小時 可是是因為路程的關係延遲 那在開車我沒有辦法 就講手機 也沒有辦法直接打電給他 然後那時候通訊 也不是那麼的方便的時候 所以他是在他們家附近 幫我站了一個車位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 站了半個小時 那個來來喝喝很多人會不爽 對 還滿好的 但他在巷子裡面 所以還好 就巷子裡面站了車位 然後我真的 他到了之後 因為電話一直響 後來我真的是受不了 因為又塞車 然後紅綠燈 然後上下班時間很多 下班時間很多車 我就停在旁邊回撥給他 他就整個在那邊 就劈頭大媽說 你到底要有多久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把這個車位 讓給別人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就讓給別人 沒有關係 他說我現在已經站在那半個小時 我真的受不了了 為什麼可以延遲那麼久 為什麼 所有的事情 要照他的時間 對 要照他的時間 對 所以那時候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跟他在一起的一分一秒 都覺得我 是恨不得 就你直接幫我植入晶片好了 你直接可以掃描我 寶寶有 你現在自己不知道 沒有 還在 真的一直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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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手 現在那個黃外線偵測的 沒有 老師 快救救我 這個啦 不錯吧 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 說很多女生搞不清楚 關心跟控制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其實是滿不一樣 關心它是以你的感受為主 然後它會傳遞愛意 然後不會去管你說 你要做什麼時間要到 它會以你為主 可是控制不一樣 控制是它自我全力的一個展現 所以它要你聽話 所以每件事情 你就要按照他說的去做 按照他的意志去執行 如果你不要的話 它是不允許 你有自己的想法 做法的 所以這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看起來我們今天 沒有一個是關心 都是控制 控制 超可怕 控制 控制 好 第三種是什麼 凡事由他扛 可是遇到不如意 反應就很大 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大男人到底是不是真男人 其實最快的就是 你直接遇到一件事情 然後他一秒就會見真章 因為我就曾經有交往一任男友 然後他平常就是一個 真的是非常Man的形象 然後什麼事情他都很照 天塌下來都有他頂著 他會保護我 因為其實平常沒有什麼事情 其實你也不會有感覺到 有什麼不對勁 然後就一直到有一次出去玩 然後他開著我們家的車 就在高速公路上然後開開 然後就突然發現說 車子好像有爆胎 然後我就覺得 那這時候其實我也有點緊張 而且我就覺得天啊 那這時候就是你展現你很Man 很有魅力的時候 結果沒有想到 他當下真的是直接大罵 他說你家這是什麼車 這是紙糊的嗎 你們不是有定期支出保養嗎 是哪裡保養的 這錢根本都白給 好 我告訴你 現在車子爆胎 萬一告訴公路上好危險 發生意外 我怎麼陪你 然後其實這費用是要我出嗎 然後他真的從頭 他從頭到尾也沒有問我說 你還好嗎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被嚇到 然後我也是真的有點傻眼 然後我想說那現在爆胎 那我們就趕快把車子 摸摸地走 對啊 就解決 就趕快快 好危險 不是就好了嗎 那我也非常的傻眼 然後我想說 我一句話都沒有坑 可是你怎麼劈裡啪一直在罵 那你不是很躁嗎 那你怎麼做處理的 就是很誇張 是不是嗎 我就覺得很傻眼 真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像這種 凡事都可能是 一開始就是很有事業心 或是他可能穩重 你都會覺得好加分 一定是一個好男人 我覺得從約會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這個人有沒有這種特質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跟一個 大概大我5歲的男生約會 然後也是公司的主管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不錯 然後聊天聊了一個月 所以我們就開始出來約會 然後第一次約會過程也OK這樣 但第二次約會 我真的永生難忘 反正那一天 他就是約我去吃一個日式餐廳 然後因為我們只要出去 都是他訂餐廳 都是他決定行程 因為你知道年紀也比較大 感覺他很會安排行程這樣 所以你就會覺得他是一個 很MAN的男人 你已經入這一行了嗎 那時候在這一行 對 然後結果那時候他就帶我去 吃那個日式餐廳 看起來滿貴的這樣子 高級這樣 歡迎光臨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們訂了7點兩位這樣 然後那個人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那個位子還在整理 因為那感覺聲音很好 可能要等5分鐘這樣 一般你就會說 好 我就在那邊說 好啊 然後就開始可能要拿手機出來滑 他就說 什麼東西 5分鐘 我是誰 你要我等5分鐘 他是誰 他是誰 他說他是誰 我是你們的DI 到底是誰 你到底是誰 不好意思請問你是誰 你是哪位 他真的這樣講 他應該是常客 他是誰 沒有 但是他就是一個公司 你快說出來他是誰 他不是誰 你到底是誰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 可能什麼公司的主管 對 因為我那時候認識 不要這樣 他不是藝人 常客 對 他是那間店的常客 我相信他 搞不好他是股東吧 他不算是股東 他就是認識那個老闆 女生人不習慣等 對 因為他可能覺得 我帶女生來約會 你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他那個反應真的是 我當下覺得 怎麼跟之前跟我聊天 約會的人 判若兩個人 他突然變了一個很嚴 所以說 怎麼會這樣子 我很早就定位 而且我是常客 經理出來 經理 5分鐘 我真的覺得沒差 我就說 沒事 5分鐘很短 而且剛開始約會 這樣很尷尬 那是對方轉辦的 對 然後他那個 對方就說 我就是經理 叫你們總經理現在 我也是總經理 我也是總經理 不好意思 他轉什麼圈 他轉什麼圈 他明天轉圈子 他剛剛轉圈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對 越想越氣 好 一笑名恩台 來 然後他就說 叫你們經理出來 然後店員就整個這樣 嚇到這樣子 他說 好 我去麻煩我們經理出來 然後就真的 就還請經理出來 但是請經理出來 那時間都已經超過5分鐘 對啊 就是 小細節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小細節 然後後來經理就出來 就說 某某先生真的很抱歉 因為感覺他真的是常客 所以經理就是有流汗 覺得說完蛋了這樣 然後說 好 馬上幫你安排那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坐到那個位置 但那一天 真的不知道是因為客馬來怎樣 我們就坐到是一個 吧台的位置 那更火了 他要的是包廂 男友玩攝影 最怕遇到煞風景 我男友他就是玩攝影的 然後因為我們去紐約 玩那時候沒有帶傘這樣子 因為想說拍照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拍... 好開心 咔嚓... 重點是沒有一張在拍我 他都在拍風景 他那個橋的那個景色 拍你也是風景 加一個是煞風景 幹嘛這樣 我也是可以擺出 那時候我就想說 玩了吧台的位置 因為我剛剛有被他的反應嚇到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大概吃了一點之後 糟糕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位置空調不太夠 熱完了 然後他就有點像 妳就開始感覺他情緒又來 因為其實本來坐下來以後 有好一點 就開始聊天沒事 開始又情緒上來說 妳有沒有覺得很熱 妳是不是現在覺得很熱 我就說 沒有 他說 妳騙人 妳流汗 我說我流汗是因為妳 對 我還真不生氣 這邊有一滴 但我那一滴他也不知道哪來 可能是被他嚇的 然後我就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真的就是 沒問題 趕快吃就好 因為他們真的客 他說不行... 太誇張了 我真的太生氣了 因為要找經理 對 他就叫經理過來 經理 叫你們老闆出來 叫你們店長出來 直接叫老闆出來 他說我認識他 要不然我現在打給他 你現在就要出來處理 我沒辦法接受這個位子 然後好尷尬 然後其實 因為他聲音有點發聲 妳應該站起來說 我沒辦法接受你這個人 對 真的是 其實我當下 妳剛剛在旁邊 應該不會覺得他很Man吧 其實我 妳應該沒有再跟他交往吧 後來就沒有了 我大概跟第三次我就不出來 因為他後來 他那一天真的 整家店都在看我們 然後我這輩子 再也不會去那間點 我以前交往一個男生 也是我覺得 剛開始都很體貼 都是很好的 因為我喜歡運動 他每次都說 他說寶貝妳最好了 因為都沒有人可以跟我運動 我們可以一起打拳擊什麼的 很棒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 他平常有一點點大男主義 可是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都 打拳的時候偏娘 不會 不會 打拳的時候很Man 只是有一次 因為我覺得他平常 譬如說他什麼都很有主見 我都覺得還好 可是真的遇到事情就很奇怪 因為以前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有請一個煮飯的阿姨 她年紀很大 大概六十幾歲 然後有一次她來我家 我就進去整理東西 運動完 我就進去整理東西 出來就看到她跟阿姨在對罵 然後就罵罵罵 然後她就 幹嘛 她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她就突然趕我那個阿姨 那個阿姨跟我好多年了 都好像把我當女兒 每天煲湯 就煲湯給我喝 已經跟我三四年 她突然說妳給我管 叫我那個阿姨走 憑什麼 對 憑什麼 對 我叫這裡面整理東西出來 我說到底怎麼了 那個阿姨也是聲音很大 說楊小姐請我的 除非楊小姐叫我走 我才會走 然後她更誇張 她說妳把錢拿出來 叫我把錢拿出來 然後出來給她走 我心裡想說 妳要趕她走 還要叫我拿錢出來趕她走 好弱 好弱 對 那我就覺得說 那妳就算了 然後之後 妳還真的拿錢 我沒有拿錢 之後來她就 好像阿姨又跟她爭子兩句 她就拿了罐頭 朝阿姨身上丟 妳知道嗎 還好沒有丟到人 就丟到牆上 然後那個玻璃全部都碎了 然後阿姨就很氣 就走了 我就追出去說妳不要這樣 可是我沒有穿拖鞋 我就整個腳踩的都是鞋 回來之後 我就跟她說要分手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候不跟她分手 以後這個罐頭是砸在我身上 真的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說要分手 妳為了這位阿姨 妳跟她有感情 我應該感謝這位阿姨 真的 後來才當我發現說 原來她是一個這麼火爆的個性 一部羅特阿姨有暴力傾向 很可怕 太誇張了 男生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不火爆 她沒有什麼火爆 但凡事都讓她抗 有的時候也會讓妳覺得很可怕 就是她什麼都以妳為主 然後什麼都幫妳擋 然後什麼都妳是最大的 有一次我是生日 然後就很多朋友一起去唱歌 在唱歌的時候 就大家一定會喝一點點酒 然後會互相就盡壽心這樣 可是我酒量很爛 所以大家 我朋友也都知道 所以他們是買就是一般那種 就3%的酒 然後還加很多冰塊 然後讓我喝 就喝得一個開心而已 而且我也跟他們講說 我開車 我不能喝酒 所以只要 當下 那時候我男朋友陪我去 然後只要酒瓶 只要杯子一過來 我男朋友就會站起來 然後擋在我前面 那很好 很MAN 這樣很棒 我來我來我來 太好了 我也覺得很好 就很貼心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男生這樣 於是 我就跟我家人一起吃飯 就跟我爸爸吃飯 但我爸爸是很愛喝酒的人 然後那一次我爸就說 一起吃飯 我叫我朋友一起來好了 然後我爸爸朋友就來 當然就大家朋友就會喝酒 而且他們都喝那種高粱的 然後一樣 就有人要敬我爸爸酒 他就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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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很愛喝 可是妳爸會抓狂 我爸很想喝酒 而且那種塵溝 他會酒 爸爸會陪你搶我的酒喝 沒有 而且最後是他很醉很醉 因為他酒量也沒有很好 他沒那能耐擋 對 可是他就什麼都 來 我來 然後我爸後來回家也就說 妳會叫妳男朋友不要這樣子 他口渴要命 他一整天都沒喝 每一杯水都喝不了 他說我連個柴皮都喝不到 我到底去幹嘛的 就把它都弄掉了 貼心過頭 對 就變矯情了 對 對 反而我爸現在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覺得他有嘴滑舌 反而不是正面的 對 真的 好 人家想不喝 好不好會放棄 小孩也不想喝 因為被的媽媽 還把他套到那個礦泉水裡面 假裝 還擦溪管 擦溪管 那也不會茶言觀色 要是真要喝還是假要喝 其實他就是覺得 什麼事情他都可以來 什麼事情都套 他愛表現了 其實有些男人 他其實沒有承擔的能耐 可是他喜歡享受他能承擔的感覺 對 他喜歡重新拱月 然後就一直照著做場面 對 有場面 我年輕的時候 當時這一群姊妹濤 後來比較少往來 然後女孩子在一起的習慣 都是Go Dutch 女孩子上來也無所謂 大家出去下午茶 然後女孩子在那邊 算幾百塊也無所謂 有一天其中一個姊妹濤 她老公跟著來 好像剛好沒有事就一起來 她來了以後 她老公就是這一群女人 裡面的唯一的男生 他想要掌控 展現 展現一下 沒錯 我們一附到人家 他全部都無腦 他自己又是一個留美博士 所以他意見很多 就說我們不要去 你們約好的那一家 我帶你們到另外一家 又好吃 氣氛又好 你們會聊得很開心 老闆我認識 又來了 又來了 又是一個老闆我認識 他就場面 唯一的男子 沒有 我們沒有很年輕 而且我們那天三四十歲了 也都各有小成就 好吧...就跟著你去 去到以後果然她 色情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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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因為 以為你沒笑 但是你沒笑 沒有 就一般的另外一家 口味的餐廳 睡了以後 五個女生 就她一個男生 她很喜歡那個感覺 她開始大量的講很多 或事業上的一些經歷或笑話 不行 那我們女孩子 整個話題 牙口 對 因為我們本來是 女孩子的聚會 變成她在 其實你這種老公要來 就乖乖的坐旁邊 對 對 這樣子會很有面子 對 但是她自認為 自己社交能力很好 大量的講笑話 我們女孩子人比較友善 也會跟著笑什麼 捧場 好 這時候既然你建議換了餐廳 一整個飯局都你在撐場面 其實是男人 你就給我站起來買單 沒錯 沒錯 他說我場面是不是應該這樣 對 一定是 你的感覺你做足一切 對 結果沒有嗎 後來我們要買單的時候 我們女孩子也會客氣嗎 來結帳了 通常我們會說 來 我們就多少錢 一人一千什麼的 是黑人哥這時候 早就黑卡貴台 對 沒有餐廳 對 我們起一筆圖 是吧 對啊 結果沒有嗎 後來我們要買單的時候 我們女孩子也會客氣嗎 來 結帳了 通常我們會說 來 我們就多少錢 多少錢 一人一千什麼的 是黑人哥這時候 早就黑卡貴台 對 沒有餐廳 我們起一筆圖 原來是藍色的 要我先生早就買單了 對啊 他也就在那邊 繼續喝一些假花生莉 看不到 假裝沒看透 好棒 然後我們女孩子 五個女生加她一個老公 是六個人對不對 要數六很多 結果我們還是以 我們五個女孩子的方式 處一處 什麼 她怎麼會這樣子 她老婆也沒講話 對啊 她老婆也 她處六吧 然後買單 然後每個人在下 一個人要 我忘了 一個人要平均分擔 八百或對不對 我們追淘姐 她都沒有講話 還是沒有反應 對 她不是讓妳那麼計較 不是... 不是 我不計較 不是是都有感覺問 你說這個男人的問題 因為如果妳今天是尊重老婆 姐妹套聚會 妳就給個面子 就靜靜在旁邊 不要撐那個場面 對 她自己挑戰 這個場面又沒有能耐 拿下這個場面 對 我還真看不起她 真的 也會造成糾紛的嗎 其實還滿多大男人 責任感很強的狀況下 通常壓力指數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他們脾氣 通常都滿暴躁易怒的 像這種特質的人 通常在不順心跟不如意的時候 你特別會看到 他很容易抓狂跟失控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你跟著這樣的人在一起 我覺得未來的危險指數 就是他只要人生一友不順 你可能就會是受氣童 跟遷怒的對象 不要怕 這邊要小心 小心 好 第四個是什麼 非常有想法 太有想法 但是沒有同情心 不在乎別人 對 因為像我之前就有交過一個 非常有想法的男朋友 但因為我就是一個 有選擇恐懼的天秤座 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一直被一個有想法的人 引導著也不錯 我就可以不用去做很多選擇 那有一次我就跟他 還有我一群朋友 就是我一個姐妹帶他的男友 我們就四個人就是去日本玩 那因為他就是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當然所有的行程 要吃什麼 第一天第二天要去哪裡玩 就全部都有我當時的男朋友 一手做規劃 那他規劃行程 而且他也很 就是一定要按他的行程 就是我們絕對不能拉拍 就是這個時間點要到哪 就到A點就是A點 然後接下來差不多要去B點了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去B點 然後想還要吃這個餐廳 就是不能吃別的餐廳這樣子 但因為他其中有安排一個點 是我唯一有說話的 我就說因為我那個女朋友 是不能夠吃牛肉 我說那我們是不是 不應該就是去吃一個 就是只有和牛的餐廳 對 因為人家不能吃 然後他就很堅持說 為什麼我們來日本 就是要吃日本和牛 不然我們來幹嘛 然後就很堅持這樣 那因為當下我跟他 其實就有點 為了我那朋友有點要爭執 然後我朋友就為了氣氛 就說沒關係 我們就去 反正行程都排了 他就說對啊 你看你朋友也可以在旁邊 等OK好嗎 然後我們就去吃了 然後我朋友就真的默默在旁邊 就只能吃白米飯 然後陪我們吃完了這頓餐 雖然我朋友當下沒說什麼 可是從那次回去之後 他大概有半年 都沒有再跟我聯絡 然後他有猜想說 好像這樣真的不太對 因為這種人真的相處下去 他這哪一天就會變成控制哥 他就是控制狂很可怕 真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跟雷雷一樣 我也是遇到一個 控制狂很強的男友 然後是甜蠍族 我也覺得他好聰明 他應該是我教過最聰明的男友 什麼學歷各方面 都很不錯那一種 所以我也是 就是都給他安排什麼的 但有一次我真的傻眼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是你女友 他真的是把我生命 置於度外的那一種 因為那一天我們是去那個 他帶我去紐約玩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去紐約 那時候去過生日這樣子 然後他就帶我去走布魯克林大橋 因為去紐約一定要走那個大橋 很多洋片都在那拍的 對 要從商總區這樣走 走到布魯克林這樣子 然後但是其實那個橋 電影看好漂亮好漂亮 你知道走要走到你腳斷掉 真的 其實要走30分鐘 30 40分鐘 重點那時候剛好是2 2 3月 紐約很冷很冷 是你會流鼻水的那一種 然後重點那時候我又感冒了 因為我那一趟去就是可能 又太晚睡 凍江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男友他就是玩攝影的 然後他一上橋就一直拍一直拍 接著就開始飄雨 就開始下雨了 然後我已經又感冒了 然後我就這樣發抖 然後因為我們去紐約玩 那時候沒有帶傘這樣子 因為想說拍照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拍 拍得好開心 重點是沒有一直要在拍我 他都在拍風景 拍那個橋的景色 拍那個景色 紐約的那個 然後還說對不起 你擋到了 對 他在叫我去旁邊 拍你也是風景 加一個字 煞風景 幹嘛這樣 好帥喔 我也是可以擺姿 不要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也可以擺姿... 你教我媽媽的一種程式 煞風景 煞風景 他真的都沒幫我拍耶 其實有些人他們表現很有想法 可是其實背後是很固著 完全不聆聽你 所以會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這個危險其實你會生病 因為如果你長期在一段感情中 都不能發生的話 沒有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壓抑的 真的 這個也很危險 我就得了膀胱炎了 妳就發炎啦 妳發炎了 如果有些男生是自殘的話 他會不會自殘以後也會打你 這要看狀況 這是妳心裡的樣子